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空军一架RC-135U战略侦察机 22号由进入南海再飞进中国华南沿海 罕见的接近中国领海基线外25.33海里 大约为46.9公里 汕头对开海域刷新美军机对中国抵近侦察的最近记录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通常美国对中侦察都保持在海岸线外大约50至70海里左右的位置 25.33海里可谓是一反常态 基本上已经逼近到了皮连区的边缘24海里 可见美军的侦察强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中美会谈落幕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中美双方高层级的首次会面 各界对于中美双方火爆的开场 以及会谈之后中美各方疲勒的资讯进行分析 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发表他的看法 镜头科报道 蓬佩奥19号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 主持人汉尼提指出 在这场美中对话 美国被中国教训了一顿 但是美国国务卿却没有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反接回去 只是道歉 蓬佩奥表示这非常尴尬 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很危险 当中共察觉美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 就像在会谈中所看到的那样 中共目睹美国正在如何处理伊朗 重返巴黎信号协定 重新加入在新冠病毒上 护航中国的世卫组织 这都是美国拱手送给中共的大礼 蓬佩奥表示 当中国发现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懦弱态度 就会霸凌美国 利用美国的弱点 美国需要领导人向中共表达决心 如果不这么做 会带来很多糟糕的后果和危险 懦弱会招致战争和恶意 尤其是当中共知道本届政府 对他们软弱无力的时候 接着在主持人的询问之下 蓬佩奥表示 如果是他在会谈现场 他会直接指出 中国利用病毒危害全世界 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并且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他无法接受美国没有这样反击回去 而早前美国总统拜登针对中美会谈表示 他为国务卿布林肯感到非常骄傲 可现在看来蓬佩奥似乎并不认同 他认为美国当局应该要摆出更加强硬的姿态 以应对中共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9号 发布了首份的中国战略 根据瑞士资讯报道 瑞士政府在声明中指出了 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 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力量 而中国也是瑞士的第三大交易伙伴 两国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几十种的对话管道 然而两国之间的价值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确保对中政策明确 以及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之声报道 瑞士外交部长凯西西 19号在瑞士首都伯恩 介绍对中外交政策时说 人权对话和贸易利益 是中瑞关系的两个关键问题 他表示道 瑞士希望有一个独立的中国政策 并且也透过该政策解决双边问题 他表示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的意愿有所减弱 而该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却变得更糟 对瑞士来说 人权对话仍然是关键 战略党内容将确保所有双边协定都涉及到人权问题 瑞士政府表示 瑞士愿意继续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 该对话在2018年之后就陷入僵局 另外 凯西西21号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说道 瑞士将会更加严格地审视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说 处理人权问题不再只是外交部的专属责任 而是整个瑞士政府的责任 而针对瑞士方面的指责 中国方面大感不满 迅速回击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言人21号表示 瑞士对中国政治制度 少数民族政策和人权发展状况等等进行指责和攻击 给中国贴上一些恶意的标签 向外界释放出错误的信号 痛批这些说法背离了基本事实 不利于中瑞关系健康发展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言人还声称 中国始终重视和保护人权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权益 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要瑞士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与中方想想而行 中国战狼外交近来不断升级 从美中会晤杨洁篪的强硬发言 到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干涉法国议员访台行程 而这一系列的战狼升级行为 中国却认定起因权在于外界 而非自己 在法国议员访台的争议中 中国方面有了最新的回击 中国大使馆21号发文表示 言论自由是平等的 它有挑衅中国使馆的自由 我们也有回击它的自由 文章还提到 如果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受威胁和损害 我们的外交官就要冲上去拼命守护 有人因此给我们扣上战狼外交的帽子 如果真的有战狼的话 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 还声称有人希望中国的外交最好是个欧阳外交 对外来的攻击忍气吞声 喜事宁人 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中央社报道 对于中国战狼外交的力道不断上升 中国国关智库副总裁 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田世成指出 中国外交文化转型是客观上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变化的反应 田世成谈论中美会谈 表示到美方利用媒体在场的时候 对中国无端指责 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国内民众和共和党面前作秀 根据国内政治需要为一己之私精心安排的议程 美国方面一定是期望中方会配合 演这一场戏吃个哑巴亏 但是美方的散盘落空了 中国外交已经从被动的见招拆招 转变为以我为主 他表示 促使中国转变的因素之一 是为了对应美方逢中必反的策略 为了攻击中国而攻击中国 将这种敌对竞争关系强加给中国 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反思和应对 总的来说 他认为所谓的战狼外交 都是被美国所逼出来的 中美会谈结束 这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中美高层官员首次的面对面会谈 过程针锋相对 特别但是中方代表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 发言犀利逼人 从羊老虎化身为战狼王 然而就在中国民众为杨洁篪的表现较好之际 近日来网络流传了一段影像 又给这位战狼王增添了不同的面貌 BBC报道 常理来说 礼节性的外交会议开幕致辞 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议期间演变为 唇枪舌剑的交锋 会议一开始 美方代表的布林肯与苏利文分别致辞 语气平和但姿态强硬 布林肯表示 美方对中国在新疆 香港对台政策 以及对美国的黑客攻击 和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行为的关切 这些问题威胁到国际秩序 并非仅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而杨洁篪则代表中方率先发言 他表示 中方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并非以一小部分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他还猛烈地抨击美国的人权问题 建议美国管好自己的事情 杨洁篪的强硬作风传回国内备受较好 他在会中一席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发言 也成为了金句 甚至还有商人把这句话印上衣服贩售 大赚爱国财 吸引不少中国民众抢购 在杨洁篪的外交热潮之下 中国网络近来疯传了另一段影片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在这段疑似于2005年拍摄的影片中 当时正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杨洁篪抱着乐器 在弦子以及琵琶手的伴奏之下 表演苏州平坛 安堂任母 一口气唱完之后 获得全场掌声 影像传开之后 许多网民纷纷大赞杨洁篪的表演 称他能虚能深 儒雅又可爱 还有媒体形容他铁汉柔情 是多才多艺的外交家 69岁的中国北京科技大学 退休教授陈兆志 去年初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 公开的谈论疫情 更将新冠肺炎称作是中共病毒 引起当局不满 在去年2月初便被羁押 至今仍然没有获释 综合报道指出 该案近日已经开庭 尽管具体的罪证不明 但省外界相信 陈兆志是因发表疫情言论被捕 去年他因被控寻衅滋事罪名 遭到羁押至今 直到本月18号 北京海淀法院才开庭审理 尽管他已经将近70岁 脑部也有退化症状 但是检方仍然建议要量刑两年半 陈兆志的辩护律师马刚全 受到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 指控法院根本不让被告多说话 而且明明是公开审判 却只允许他的女儿到场旁听 一位马姓男子 在陈兆志被羁押之后 就不断地为他四处奔走 马先生痛批 陈兆志一天都不应该被关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 陈兆志不过发表个人言论 公安根本没有权利抓他 即便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他有罪 也不该被罚 根据报道 陈兆志被捕之后 办案人员就多次地劝他认罪 但是他坚持不从 表示他不过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另外陈兆志有脑部退化症 高血压 脑梗塞等等多种疾病 家人曾经申请交保候审 但是都被警方拒绝 中国媒体央视报道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在22号表示 中国已经完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的核准 成为了率先批准协定的国家 综合报道指出 RCEP在去年11月15号 由15个经济体共同签订 此一协定由中国所主导 排除美国 要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巩固北京在此区域的经济主导地位 RCEP涵盖30%的全球经济 30%的全球人口触及22亿人 是全球涵盖最多人口的自贸协定 具有重大象征意涵 将强化北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 RCEP会进一步地巩固中国 与东南亚、日本、韩国的贸易伙伴关系 让北京更能行诉此区的贸易规则 如今中国率先批准该协定 泰国也已经批准 RCEP所有成员国都表示 将会在2021年底之前批准协定 推动协定在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